近日,有媒体爆出李光杰和樱桃已经恋爱的消息,并表示,两人在杭州同住一家酒店,并亲密楼间。 今年3月下旬,樱桃和李光杰主演的话剧《罗明欧与朱丽叶》在北京演出,有记者连续发现,两人演出结束后一起约会吃饭,之后该话剧展开全国巡演。 5月16日17日,转场到了杭州演出,演出结束后,两人一起进入了一家高档酒店,不过据了解,这是剧组为他们安排的。 17日晚,两人一起走出下榻酒店时,李光杰便一直搂着樱桃的肩膀,当时樱桃的脸色略显憔悴,两手交叉放在胸前。 李光杰一边走一边不时低头侧脸看着樱桃,表情关切,低声细语,樱桃对李光杰抱以温柔的笑容,两人枝番亲密的情态,正好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。 据报道,今年2月在该话剧香港演出后的亲公宴会上,樱桃与李光杰就当中热吻,后来不久,剧组便知道两人好上了,据之前人士称,现在两人在剧组同进同出,就差公开宣布喜讯了。